歡迎收看 淨潔台灣 我是吳嘉芬 歡迎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秋天是螃蟹最肥美的季節 在台中有一間老字號海鮮餐廳 在此時推出大閘蟹全餐 高滿肉肥鮮甜的程度 讓人為之驚豔 掏客上門除了想一旦 羞蟹的美味之外 還有CP值超高的海陸痛風饗宴 只要一上桌就是引起一陣騷動 豐盛的程度讓客人 根本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下手 博記成本在做料理的 就是吳次福跟吳次發這對兄弟黨 二十年前從爸爸的手上 接下了餐飲事業 歷經了轉型的低潮 父親因病奏事 吳次兄弟用當季最好的海鮮贏得口碑 證明父親當初沒有看錯人 一家人總能在料理的世界當中 再續前緣 剛出爐的大雜蟹 蟹膏都滿出來的 好香喔 蚊子 這隻好剛才吃進去 金蟲蟹蟹蟹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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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肉 好香喔 好香喔 爪子 爪子 來 各位總裁 大雜蟹上桌囉 好香喔 好香喔 真的不歸是煮兩種的大閘蟹 飽滿 新鮮又美味 蟹膏又多 又香 末 又新 又吃 又大吃 吃起來照嘴裡好像會黏的感覺 好爽 飽滿 人手一隻 不計形象 全是為了這高滿肉肥的大閘蟹 這家餐廳的老闆 賣大閘蟹不手軟 滿滿30隻端上桌 客人又是膝膏又是剝肉 滿足的表情完全寫在臨上 能帶給客人這種享受的 就是老闆胡慈發 經營海鮮餐廳20年來 每年的這個時節 就是要給客人滿滿滿的美味 當初都是挑最便宜的 399 賣到一直剩下99 那後來發現消費者喜歡吃大隻的 所以我們從此就推5兩以上的 那越冷 它螃蟹的蟹膏會越充足 一直到12月都還有大閘蟹 一隻隻組兩種的大閘蟹 鮮活看得見 加入米酒 薑片 清蒸6到8分鐘 螃蟹紅了時 就是老饕瘋狂時 這剛出爐的大閘蟹 賣蟹十年來 胡慈發為了找到品質優良的大閘蟹 走遍許多地方 也用過進口的都不是很滿意 一年前在台中的東市 找到了這個大閘蟹養基地 每隻養的是又大隻又漂亮 符合他心目中的理想品質 這個是殺完魚後的魚頭 這個魚頭我們把它加了米糠 然後把它攪碎 留起大閘蟹幾萬的蟹 他吃的 吃的不能說比人更好 為什麼這大閘蟹會養得那麼大 第一個 它的水 大閘蟹四縣市中心縣市唯一的 叫做血山湧泉 就在這個地方 養殖場的主人張德旺 本夜是個醫生 投入大閘蟹養殖 也才不過三年的時間 就成功養出高品質的蟹 與烏刺發一排集合 堅持自然無毒的養法 讓牠敢拍胸部保證 這裡的蟹就是不一樣 這應該不會很深吧 還有一點水指到那個膠腿而已 這是我昨天放的蟹籠 有耶 有耶 你看 我拿給你看 這邊都有喔 它會咬人啊 這還有技術喔 這裡很多 你看 有... 你看 還有一隻大魚 這有沒有 這...這隻都四五釣的 你看 有錯嗎 我拿給我拿 你拿 保證安全喔 對 正經喔 哎呀 哎呀 跟你說要拿 後面還是怕 你都拿頭前 你會咬到的 有耶 我會咬到喔 張德旺這個養蟹狂人 把大閘蟹養得足重又肥美 活動力超強 實在是讓人驚豔 你要抓後面喔 不要抓頭前 你都咬到喔 你死了 牠沒有很大 但是還是有點可怕 好啊 現在差不多都四五了 我們很宰得有這麼大隻 真的 所以我們要強調 這是駕駕駛完 小屋都貴重給我負責了 好 牠這不定了 看到這些本土優質的大閘蟹 即使花了許多成本與時間 烏刺發還是覺得很值得 我摸牠很久了 牠的人也很久了 每個東西都不用最好的 我就說這個東西 你放心啦 沒有人這樣吃的啦 對 牠的蟹膏已經滿到 就是飽滿到 已經看到這個流血了 這個10月底11月切 不定了 嘴蟹季節 老饕追求的90蟹膏 料理大閘蟹沒什麼秘訣 產地直送到餐廳後的處理 是重點之一 大閘蟹從養殖廠帶回來之後 第一個把牠毛上面的 這些污泥都清洗乾淨 那基本的金毛 白褲 這個都是基本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大概眼前這裡 現在大概100隻 今天晚上客人要吃的 我們先把它抓出來 一次就準備上百隻的大閘蟹 讓客人吃個夠 老牌海鮮餐廳一路走來 烏刺發就是不會讓客人失望 還對了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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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的大閘蟹上桌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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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大閘蟹已經吃十多年一定有的 這道最好吃 梅子都很飽滿 對啊 鮮甜 現在面對客人充滿自信心 傳說在內外場 無此發酵說 其實自己以前是個害羞的宅男 大學念的是獸醫系 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會從醫師袍 轉而披上廚師袍 讀獸醫科讀了七年 那本來還會想說會往 往虛木壽醫科的方向走 結果老爸有投資餐廳 老爸需要我 我就應該跳下來 沒想到一跳就二十年 從一開始 爸爸投資的啤酒屋熱場入門 餐廳工作對無此發來說 是完全陌生 年紀輕輕在退伍的第二天 就被趕鴨子上架 第一天在外面當經理 那我走進來就說 你是誰啊 我說我是新來的經理 他說坐下來喝個兩杯啊 真的 不只兩杯 當時是喝高粱的 我大概這樣總共喝了二十杯 所以一出來我就去外面吐了 被灌酒欺負到大大小小的考驗 所有的人都用高標準 在看烏刺發到底有什麼本事 他一步一步摸索調整 扎下基本功 訓練自己在外場的應對客人 那場的廚藝則是跟著大哥 烏刺服學習 我來餐廳的時候 我哥就在廚房當廚師 菜色他比較內行 在廚房熟練的展現 胡召功夫就是烏刺發的大哥 烏刺服 兄弟倆定監作戰 一路把餐廳從啤酒屋熱炒 轉型為婚宴會館 食材的把關就是由烏刺服領軍 他們不只打出大閘蟹的美名 更有著台中CP值最高的 海鮮痛風餐 有帝王蟹 草蝦 鮑魚 鮭魚 還有一些蛤蜊 還有八豆子 小卷 還有牡蜊 一般吃的火鍋都太普遍了 還有一些不一樣的食材 那干貝的好壞就在於 他沒有泡過水 那我們就是挑比較生產食料 像你看這樣炙燒 他不會說得很嚴重 干貝就是很綿密 然後很結實 然後又非常新鮮 我全部都有吃到 而且都超入味 超好吃 我在美國都吃不到這些 我來這邊都一定會吃他們 這個藥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炸的沒有說讓你非常熟透 它會肉汁會嫩的 一套痛風餐海陸都有 頂級帝王蟹 鮮魚 龍蝦 干貝 小卷 還有招牌的香酥鴨 滿滿一大桌 總是讓客人不知道 到底要從哪裡下手 我現在吃的是海鮮所煮的海鮮粥 超級甜美的 這麼大一個格 有沒有感到 對啊 這個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當今的時候就是吃這個當今 最對季節的這些海鮮 鮮就是甜 好吃 一定要來吃 一定要來吃 讚 3.2公斤 活力 活力要強一點 讓它這個肉要硬 結實 都是想辦法把我最好的東西 呈現出來給客人 一句把最好的給客人 兄弟倆身體力行 嚴選食材 常常三分五時 就會到水產公司報到 小朋友 我不來了 今天要來買什麼好料 來挑一些比較高級的食材 我們現在的定位就是 盡量縮短產力到消費者 這些人群 把省下來的利潤 直接匯匯在食材上面 所以我們才可以推 這個總裁控工餐 我們剛開始做的時候 也很辛苦 我們那個主廚大車 只要斷一隻腳不行 肚子有一點苦不行都打掉 所以我們用東西 最精尖的給他們 這個是加拿大進鎖的 國族的農場 都是空運來的 對 它的養殖品質 比一般那個同學還不一樣 它狂感價 他現在已經開始在掙扎了 結果老闆說 他這邊龍膽磁斑 然後這樣一隻就有 大概30隻左右 有啦 新鮮 然後雞皮是最好的 沒錯 沒錯 活跳的滋味 一路送到餐桌上 或者是感念客人的相體 也是一種 想念父親的堅持 父親的走勢 讓巫使兄弟心中 一直有一個遺憾 我希望 我可以趕快出來做生意 讓老爸享福 那沒想到我出來第六年 他66歲 就因為急性肺炎 就四天就走 醫師就叫我簽病為通知書 就天啊 怎麼可能 我爸是我很重要的偶像 那他不見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打擊 我不能就這樣子倒下 把他更堅強 所以我爸過世的那個 我幾乎都沒過 大概只有到他出病那天 我才哭得惜的話 強忍者喪腹的悲痛 餐廳歷經轉型的低潮 用超強的海鮮宴席走出一條路 對於巫使兄弟來說 澎湃的食材代表他們的誠意 給上最多 最好 最滿 最實在 就像那份對爸爸的愛一樣 永遠沒有盡頭 相信我們兄弟 然後把這個店交給我們 那我們也沒有 估誤他的用心 秋冬進步 薑母鴨跟麻油雞 是許多民眾的最愛 但您吃過麻油薑母餡嗎 這是一道女生在北海岸石門區的 綠石槽秘境美食 老闆郭清文從小就在漁村長大 自己有漁船 也跟當地的漁民合作 第一時間收購很勞啊 他的私房料理不光有 麻油薑母蟹 還有海蝦 以及島油醉鴨 每一道菜都是當地漁夫 傳統的家常菜 所以每到假日時間 總是吸引滿滿人潮 餵的就是最新的海味 石系老屋 田字窗閣 這裡是北韓石門區的老梅里 因為青莊人口外移 里內經常是空蕩蕩的景象 近幾年才因為綠石槽 這個每年春天才會出現的 秘境美景而爆紅 但你知道嗎 隱身在老梅里的秘境 除了季節限定的綠石槽 還有它 有一次來這邊看那個 看海的時候 看看 進過這邊 這邊都沒有餐廳 餓了怎麼辦 就找找 看到這邊有一家就進來 進來第一次就 就殺到了 料實在 又新鮮 價錢又很平價 不用點菜 看當地的食材 然後怎麼煮味比較好吃 然後它會處理 你是不是買那個火箱 火箱喔 是 這樣 我給你介紹一下 今天 這陣子 我給你做一個不一樣 好 一般都吃粗的 吃苦海鮮 我給你做一個麻油薑布 好 喜愛幫顧客推薦私房料理的他 就是老闆郭清文 老顧客都叫他文狗 很小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大汗 我都是吃鹹肉吃青的 以前做的 我們吃什麼的 有新鮮 我們在介紹 老闆來 吃這大的料理 文狗堅持 不新鮮不上桌的花蟹 要如何變身麻油薑母蟹 則交給最佳拍檔 李家豪 今年才四十出頭的他 人生有四分之三的時間 都在廚房度過 功力不在話下 若然冷 我們就要用麻油薑 跟米酒煮 米酒再煮 米酒再煮 都不能煮 乍丁之下 用來料理麻油薑母蟹的食材 很簡單 只有黑麻油 老薑片 和純米酒 但這不加一滴水的精華高湯 在瞬間噴發的熊熊烈火加持下 濃濃酒香 立刻瀰漫整個廚房 得等到烈火慢慢燒進米酒的嗅味 只留下甜甜的酒香 這一道慢火煨煮而成的麻油薑母蟹 才算大功告成 文狗還沒送上桌 飄出的陣陣香氣 就叫人好期待 來 市面上都是麻油雞 跟薑母鴨 使用到麻油 很少人用海鮮類的 搭配這個螃蟹真的 覺得特別鮮美 薑母蟹鍋 真的第一次吃到 太棒了 活到這個歲數 整個身體都軟和 貼上這個我們當季的這個花蟹 真的太棒了 味鮮 那個湯 文狗推薦的四房好菜還有它 蘊含大海自然鹹味的野生海蝦 單純以蒜末和薑絲提鮮 不需要額外的調味料 就可以享用大自然的恩賜 野生的味道 吃起來它的口感特別甜 一般養殖的蝦 它的肉質比較沒有那麼紮實 海鮮度沒有那麼夠 然後吃起來有點那種 泡泡的感覺 這一個吃起來的紮實感還不錯 六狗來吃差不多一兩千塊就夠 在外面咧 外面差不多三四千塊 差那麼多 對 文狗能夠端出一道道平價的四房海鮮 來收服老饕 卻因為牠有自己的漁船 還跟當地漁民合作 跳過了盤商 第一時間收購很老啊 對文狗來說 能夠捕到俗稱歐貓的瓜子辣 就是豐收 因為牠的肉質鮮美 屬於高經濟海鮮 一斤要價八百元 但要成功捕到牠可不容易 風浪大的時候才能抓到牠 風平浪靜的話 牠看得到前面 視線很好 牠看得到前面有漁網 或者有什麼 牠絕對不會上當 就是天氣不好的話 風浪大的話 水比較混濁 漁網牠幾乎都看不到 料品上歐貓特有的鮮美肉質 文狗說 在地淘海人都是這樣料理的 乾炒老薑和蔥段逼出香氣 再以半煎炸的方式 讓魚皮變得酥酥脆脆 最後加水和醬油燜燒 以前沒有那麼多調味料 就很簡單就是 薑 蔥 醬油 可是這三種是最稀鬆平常的 來 這道菜 就是我們土耳人 最喜歡吃的 醬油脆芋 文狗熱情的和我們分享 醬油脆芋 是當地常見的家常菜 雖然看起來樸實無華 蘊含了鹹香 回甘滋味 卻叫人難忘 尤其文狗一吃到這道菜 就會想起一個人 因為料好實在 讓文狗的店 即使開在人言罕至的小漁村 平日一樣是人潮滿滿 但顧客的肯定 還不是他努力的終點 目前我沒有賺錢不要緊 只要我賣了錢 我可以維持下去 這樣才讓我帶動 其他的 未來我們這條雞 可以帶動起來的時候 那兩天大家都有 做生意有錢 這是我最喜歡希望的一道菜 他用思念父親的動力 端出一道又一道 誠意滿滿的私房好菜 為家鄉說故事 也讓更多人 用味蕾來感受 這塊土地的美好 有任何的意思 很快 我會做生意 我會做生意 除非 我意見 我會做生意 我會做生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